主席 有請我們代主委打巡 請代主委 主委你好 因為你即將要卸任 但是我詳細看了你的業務報告 跟奧運的檢討 我要下一個我的結論 你是史上 任期最久 然後預算最多 然後成績最差的末代主委 那我會這個講法 是因為我還期待本來今天的報告 有一點反省改進 結果我看這個報告我非常的失望 因為至少要知道問題在哪裡 而這個報告裡面既然 連整個奧運 預算怎麼使用的 完全沒有檢討 預算是反映我們資源分配 最重要的 所以 你承諾 我們也問過 至少要四面 跟上次一樣 結果一贏一同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 這個不符合國人的預期 然後這個成績有進步 支持近乎勇 聖言法師也講過 要面對他 然後接受他 然後處理他 然後最後放下他 你根本就沒有面對 我們現在的整個 體委會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檢討報告 不及格 那麼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這裡面沒有看到 我一再質詢的 你這個 你看你培育選手的經費 不斷的增加 從16億到18億等等 然後呢 增加的錢用在哪裡 我一直在提醒說 培育高爾夫球選手 然後101年 編了1685萬 也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102年也還沒有提出 單單 2016年我們最可能奪標的 這個高爾夫球 的這個 比賽 我們也看不到 你現在在做一個末代 要 能夠很優雅的下台 我們看到好像在 就是 度日子 沒有真正的 為這個銜接啊 去做準備 所以 我們看一個數字嘛 2000年的雪梨奧運 一金 一銀四銅 2004年的雅典奧運 二金二銀一銅 2008年北京奧運四銅 今年的倫敦奧運 一銀一銅 你怎麼不跟2000年跟2004年比 你拿2012年去跟2008年比 主委啊 這個你在當主委的任內 你是最久的主委 你怎麼可以 自己這一次跟上一次比 你不跟上唱次好好來比 委員 委員剛剛講的我們通常都虛心檢討 確實是要虛心檢討 該檢討部分我們一定會 看不到啦 可是我一定要幫選手跟教練講些話 你不用幫他講 你幫你自己講話就好了 我們一共參加了12次的奧運委員 好 我不需要你幫選手跟教練講話 我來幫他講 我來幫他講 我幫你檢討好了好不好 我們參加12次的奧運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 主委啊你現在齁 都還不能夠面對你的處境齁 我認為齁 如果我是你啦齁 我剩下不到三個月齁 我會遲遲把這個檢討工作交給別人來檢討我啦 不要再這樣齁 你拗啊 我跟你講 你這邊有檢討到一個重點嗎 什麼要找國外的 這個教練來 這個是今天才開始嗎 在陳玄壽當主委的時候 他說沒有奪金就下台 然後預算最少但成績最好 我們比好的嘛 所以不要齁 不去比好的 比自己上一次更好 然後事實上獎牌也沒有增加 然後說一贏等於好幾桶 這什麼樣的說法 我跟你講 至少有幾個做法嘛 你這裡面沒有提預算的檢討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內容可以強調 包括運科這很重要 但你對於心理輔導 賽前 尤其是賽前的輔導 情資的收集 台拳主要的這個 我們的失敗是因為無法適應 戶具改變的新的打法 以及對手戰技戰術的特徵 然後我也可以建議 左營國訓中心法人化 一切以績效為主 建立賞罰跟退場機制 再來一點 健全各單項協會 讓不健全家族化私人化 跟一大堆 不好意思啦 國民黨立委跟明代為主 所控制的這些單項 這個運動協會 能夠改革跟健全 台灣高溫多師 在左營有效訓練期間很短 所以可以呢 建設高地的訓練站 就低養的這些訓練 在阿里山嘛 然後也供這個奧運的訓練 也可以在賓海設訓練站啊 供東訓之用 還有活用呢 我們整個 各地的這個 體育的資源 也應該建立 運科跟教練 專業人員的 終身雇用 跟有效的保障制度 我在你的報告裡面啊 真的看不到任何 制度性的改革 而即將要併入到 這一個教育部 委員剛才你講的這些建議 都是我們體委會的建議 你這個建議我詳細看過 你這些建議喔 模模糊糊 含含混混 賞罰不明啦 那你怎麼回答我 就是高爾夫球這個項目 我看不到你這個 下一次奪標裡面 我們曾雅妮 我們要靠他 替我們奪標 他一大堆高爾夫球選手啊 我跟委員做報告 當然就是 這個高爾夫 其實是我們 未來奧運的一個項目 那這個部分目前 反正在預算上 我們基層的項目 才是項目啦 沒有預算喔 這都恩公假嘛 對啊所以我就說 我們現在目前 有77個訓練分戰 沒有啦我問你嘛 102年你編多少預算嗎 高爾夫球 102年現在還沒有審核 你編多少嗎 目前就還沒有審核 我們是在整 是整體的這個預算 你沒有騙我們怎麼審核勒 這個不是新的題目嘛 這已經發生多久的事情了 對 我這舉一些例子來講喔 真的是 你講啊 我們 我們在101年的時候 是1685萬 的這個培訓經費 這是在 用到哪裡我還在查啦 你們也沒給我資料 我已經要了很久 我問你102年嘛 102年的這個部分呢 大概也是上下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不過委員 我們 2016年就要到了 我們培訓 你講了嘛 至少一個選手要八年到十年以上嘛 是啊 你這樣子 剩下三年你不編預算 沒有你公務預算 你是今年編明年的預算嘛 那今年的預算 我們是逐年逐年這樣子的預算來編 不過我們這幾年委員應該也看得到 我們對於所有的這些比賽的部分 不要啦 我考一個高爾夫球就 沒辦法回答 我不要去問一下 主委 我再問第二個問題 到底東亞運現在怎麼樣 天津會議的決定怎麼樣 到底辦不辦 呃 10月 10月中會開一個 那個 你掌握的情資怎麼樣 10月15號會開一個理事會 那開理事會 那目前的一個一個狀況呢 就是有一個部分是附帶條件的 就是他要不要檢討東亞運 要不要繼續 繼續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可能不辦嘛對不對 有可能不辦嗎 他是臨時動議裡面會提到這個議題 因為沒有排正式的議程要辦嘛 所以臨時動議是不是要改成其他的嘛 對不對 這個目前只是在議題當中 目前在議題就是我講的這個樣子 我問你啦齁 台中市區要申請東亞運嘛 然後東亞運不成 胡市長說要申請這個東亞青年運動會 我問你 你支持嗎 這目前都還在 還在議題當中 都還都是假設的問題 主委啊 2017年我們要辦什麼 世界大學運動賽 在台灣的台北辦 台中又去申請了一個 如果啦 就算是一個縮小型的 為了塞我們的嘴 然後說把東亞運趕成這個 所謂的 世界青年運動會 八個國家參加 世大運有 163個國家 同一年舉行 會不會大吃小 預算會不會排擠 你還贊成台中市在這個時間申請辦嗎 你要有個政策啊 你是體委會的主委啊 怎麼可以說等結果再看 啊大家都要辦 都同一年辦 預算排擠 然後呢 被這個大吃小 委員的意思是反對是不是 不是我 你是一個體委會 你要有個政策 你到底每一年我們要申請什麼 國際賽事 你跟我講了一大堆嘛 我們要接軌嘛 結果兩個賽事排在同一年 再申請 一個主政的單位沒有立場 2017的這個伊嘎 在10月15號會開理監事會議 理事會 那這個理事會呢 會來決定 這個2017的這個 到底會不會再繼續 因為目前就只有 我只有做功課的 我查得比你清楚 現在情況會怎麼樣 就是不犯東亞運嘛 現在還沒有決定 只是說 就算是一成沒有 你跟我講這些 我真的對你非常失望 沒有 委員上次我到你辦公室 都有跟你很明確的報告 現在他只是一個議題 你要回答我 你要把青年運動會 一個大一個小的青年運動會 在同一年 一個在台北一個在高雄 我們預算會不會排擠嘛 你各位會不會 預算當然會嚴重的 要排擠 然後呢 會不會被這個 世大運的光芒給蓋過 你各位判斷嘛 會不會 他是不同屬性啦 一個是世界大學運動會 然後一個是 東亞運動會 都是青年 都是青年 這個裡面真的是 有限的資源 我們也要把它分開年來 然後讓我們台灣每年都有賽事 接下來齁 麻煩你回座齁 我請那個青骨會主委 林辰主委 主委你好齁 林委員好 你覺得青年現在是草莓族還是苦瓜族 報告委員齁 現在青年真的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這個確實是大家的焦慮 好 那麼 這個調查數字我也不用多講 所以 面對這個情況齁 那青骨會在這個有什麼作為 就是現在調查 有56%的要出國工作 65%認為馬政府人力欠佳 然後 一大堆這些數字 但是青年人他們願意他們認為要工作啊 不是他們真的是草莓啊 所以現在興起的叫苦瓜族啊 真的很苦啊 報告委員確實非常多的青年齁 面對這個困境 但是他很願意吃苦 我們所看到也的確是這樣 大家願意努力 願意認真而不是外界對青年的這種偏見跟歧視 那麼我們青骨會做的這個部分呢 在就業力提升 我們覺得還是要在前端把它做好準備 等於是說在學校的時候 職涯的規劃還有發展 實習見識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的 前期很重要 其實 有一個問題齁 其實青骨會在改組之後 病入教育部的部分 最該做的其實是師學的國中生啊 跟那個載學的高中生 這個部分齁 至少啦齁 國中的部分有五千人 然後如果加高中後來載學 大概也有兩三千 我們算八千人 這個部分齁 就是啊 你們本來預算有一個少年online的計畫 但預算年年減少 而這個部分本來是教育部比較管不到 因為他是管學校裡面 所以這青骨會非常重要的業務要銜接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預算竟然不爭反檢 然後你們能夠齁 服務的這個輔導人數也是一樣不爭反檢 這一塊是最重要做銜接的 你同不同意 然後現在目前為止我看到啊 齁 包括齁 你說的國中畢業位 升學位就位 青少年職能培訓輔導計畫 確實我剛剛講的這個樣子 這個 怎麼再解決 報告委員齁 這個部分少年online計畫 我們今年編了三千五百萬 做了三百多個青年 明年還有三千一百萬 變成三千八百萬變成三千五百萬嘛 然後四百三十五人變成三百四十五人變成兩百五十人嘛 而明年這個業務沒有不見 來到我們的失學錯學的學生越來越少嘛 越來越嚴重嘛 可是你在併入教育部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不到這一塊很完整的銜接嘛 包括委員明年的這個部分青年發展署編三千一百萬 也是要做三百個青年左右 但是因為這塊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今年還用其他有剩餘的經費再多做幾個 而且我們跟教育部會持續的來爭取 那你把那個齁 就是所謂的齁 這個要為馬英九總統做的這個齁 你有編列的預算嘛齁 就是讓這個好幾百萬可以讓 進入總統府向馬英九學習領導力 這個刪掉了沒 報告委員齁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公部門實習見習 跟這個青年來體驗的計畫 那明年所編的這個部分是 這個不是要向某一個官員做學習 而是公部門的這整塊 不是像馬總統 難道像總統府的 裡面的其他的職員來學習嗎 還志工來學習 報告委員您所指的是 這個明年編了兩百八十萬 那這個在公部門的體驗 不是只有針對總統府 而是在各個行政機關 不知道這包括馬總統嗎 因為你在裡面寫的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說實在啦本來黃金十年也沒有 清府會的裡面的方案啦 你們自己去拍馬屁啦 我要講的是說 能省的錢都把它盡量用在 國中高中的私學措學生 讓這個部分的銜接 因為一個人如果在 國中高中就私學措學 其實根本沒有成爲什麼苦瓜族的機會啦 他也沒有當二十二K的機會 這些才是被我們社會放棄 而清府會應該要救 但是我們看到病入教育部的過程裡面 幾乎啊資質未提 你是不是來改善一下這個部分 還有兩個多月 來跟教育部好好的介紹 把計算能夠增加 把輔導的人數能夠增加 拜託你好不好 是這個委員很重要 我們一定會做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